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不過淚》 我是Rachel 黃瑞秋 最近有一段影片在網上就瘋傳 是中共自己的財經專家說的 但央視就絕對不敢播出去了 我們看看是什麼 在我們57.16萬億 這裡沒有統計隱形擔保 所以加起來已經是百萬億的規模 就是99.39萬億 那麼我們這個負債率的話 如果加上中央國債的話 30萬億 我們已經這個負債率相較2023年的GDP 126萬億的話 已經超過了百分之百 已經遠高於國際警戒線60了 百分之60 那麼再從地方視角來看的話 從兩個指標來衡量 一個是地方的負債率 也就是地方債務 所以跟這個地方的生產總值比較 第二個就是地方的債務率 地方債務跟這個地方的綜合財力 是一個寬口境的財力 也就是加上了本級財政 稅收返還 轉移支付 基金收入和部分預算外收入等等 那麼大家可以看 超過百分之60的省份是居了大多數的 從這個負債率 從這個債務率上超過300%的國際警戒線 也是大多數省份都超過了 負債比較重的這幾個省份 右上角給大家劣勢了 像這個負債率高的天津貴州甘肅島 債務率高的重慶天津貴州甘肅島 兩項指標都高的天津貴州甘肅島 中共政府債台高足這件事 早就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了 但各級政府究竟揹了多少債 官方就一直在嘴嘴掩掩 真實的情況外界是不知道的 在10月18日的時候 北京就舉辦了金融論壇 中共中央財經大學的副校長李建均 根據中共官方內部的資料得出來的數據 就說中共政府的整體負債率 比2023年全國的GDP已經超過了100% 這個數字是遠遠超過國際警戒線的 他還說中國大多數的省份 地方的債務率已經超過了300% 這個國際警戒線 不過其實這個數字很可能已經是美化過的了 我見有網民就說 他說最近中共政府又再說要放水刺激經濟 一定會導致政府的債務繼續上升 對一家公司來說 如果長期都日不夫之 欠的債越來越多的話 遲早會倒閉 一個國家都是這樣的 債務危機繼續惡化下去的話 將會導致中國經濟崩潰 中國經濟惡化 那些高薪厚職的金融業 就反映了這個情況出來 在9月份的時候 大陸A股上市公司的上半年財報 就陸續發表了出來 雖然很多數字都在掩飾 但有些東西都掩蓋不了 而從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看到銀行業的危機了 大陸傳媒第一財經報道說 減源和降薪是今年上半年 銀行打工仔的關鍵詞 根據統計 今年上半年 有42間的上市銀行 他們的員工總數是負增長 即是這42間的上市銀行 炒了人 薪酬的總額第一次是負增長 而最終的人均月薪同樣出現了第一次的負增長 即是說不僅僅炒了人 而剩下的員工 平均的員工是減少了的 這個有可能是炒的人 本身的員工比較高 又或者是減少了人工 又或者兩樣 從數據顯示 42間的上市銀行的員工總數是256萬 比較年初的時候 是減少了3.8萬 即是說幾個月之間 沒有了1.5%的員工 只有六大國有銀行 就已經減少了超過2萬人 報導說 上42間的上市銀行裡 上半年有30間的銀行 人均人工減少了 人工最高的是招商銀行 人均月薪比3年前 即是2021年的上半年 高峰時期減少了6000元 這42間的上市銀行 平均整體減少了多少人工呢 根據中國基金部的報導說 今年上半年的薪酬 比去年上半年平均的月薪 下降了887萬 自由亞洲電台發表了 旅居美國的經濟學家 程曉龍博士的評論文章 標題是 《中國的銀行業正在陷入危機》 程曉龍是誰呢 他曾經是中共體制之內的 高級經濟官員 曾經任職在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室 在1986至1988年之間 在趙紫陽建立的經濟改革智庫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 任職中級研究室主任 曾經參與過多項趙紫陽主持的經濟改革討論 他提到有三點要特別注意的 第一是在銀行業裡的上市銀行都是規模大 規模範圍廣的在金融行業裡的搞搞者 當這些搞搞者都開始裁券、減薪的時候 規模小的地方銀行的情況就可能更差了 第二點是銀行很多時在上半年會出上一年的年中獎 銀行員工今年上半年的人工包括了年中獎 但結果正常人工加上年的年中獎 銀行員工人均也少了這麼多 這很明顯是銀行經營艱難的徵兆 第三點就是這個消息提到的 國有六大銀行都是中國金融界的巨無霸 他們的業務覆蓋了全國 而其中的領頭羊是工商銀行 工商銀行是資產規模排名世界第一的超級大型銀行 這六大國有銀行的放貸規模佔了中國銀行業的六七成 而他們尚且都要財源兩萬人 這就說明了這巨無霸同樣跟中小型銀行一樣 經營不行 還不僅如此 從今年8月份開始 A股還出現了一陣上市公司高層辭職潮 大陸財通社9月7日報導說 根據不完全的統計 即是還沒計完的 可能有些計不到的 從8月份開始的27個工作日裡 A股上市公司已經發表了超過1,100份的辭職公局 平均每個工作日就40份 值得留意就是說 在這段時間裡 來自金融機構的高層辭職是相當多的 當中就有董事長、副董事長和行政級別的高層 程曉龍認為這是代表著中國金融危機的另一個訊號 他分析說中國的銀行都是政府設立的 由各級政府控股 董事長、副董事長和總經理都是他們的上級政府任命的 銀行高層想辭職的話 是一定要向主管的政府部門遞交辭職的 我們現在看到已經得到批准的這些辭職的部分 是佔了一小部分而已 而多數想辭職的銀行高層是未必會得到批准的 因為中共高層考慮到大量的銀行高層辭職會引起社會恐慌 一恐慌的話就更加會加速金融危機的到來 那為什麼要辭職呢?是不想背鑊 其實第一件河南村鎮銀行的情況就明白了 其實銀行明顯已經事實上倒閉了 已經提不到款式出來 但是還每天在開門、關門的變成殭屍銀行 譬如銀行出了事的話 其實銀行高層可能會被追責和坐牢 所以那些高層就想保護自己 在銀行出事之前或者在盤數出事之前走了去 那存款的存戶怎麼辦呢? 他們是不是應該將自己的存款 從中小銀行那裡轉移到巨無霸銀行那裡呢? 很多人就相信那些大銀行是大到不能倒 那就可以保住自己的資產安全了 銀行一向就被視為是金飯本來的 現在那麼多高層一個個要求辭職 職員就被降薪和裁權 這樣反映了中國的銀行業的確出現了危機的 現在很多西方的機構或者傳媒都認為 中共政府拿了資金來比如說10萬億放水 好像就可以拉動中國的經濟了 這些是站在外面看中國和中共政府 是沒有足夠理解到中國裡面實際的情況和問題的根源的 陳曉龍在另一個討論節目中就說到 中共現在就靠著經濟體系裡面最後的一根支柱 就是銀行在這裡撐住 譬如說靠央行的貸款 如果將中國經濟看成一家屋 房地產就像一家屋的一樓一樣 銀行就一樓底下支撐住的支柱 如果這根支柱穩定的話 中共就可以從銀行裡面拿到錢去支持房地產等等 但是如果銀行靠不住 這棟樓大家就可以想像會是什麼情況了 中國的銀行業有兩大特點 一個就是說超大型的銀行佔了大部分的市場 第二就是說中國的銀行都是官辦的 這種政府壟斷金融業的社會主義制度特徵 注定是會撞送銀行業的 中國這些大型的國有銀行 股份制的銀行和規模比較大的城市商業銀行 都是上市公司 雖然它透過上市 又吸收了民間的投資 有了非政府的股東 但是政府的持股和國有金融機構的持股 他們的比例仍然是很高的 所以中國就沒有真正的獨立經營的商業銀行在那裡 幾乎所有的銀行 不管大小都是官方設立的 每間銀行的高層都是由官方任命的 為官方服務 政府要用錢的時候 銀行是一定要給的 如果政府不還錢了 銀行就沒有資格去問的 每間銀行哪個管呢 要看回銀行的大小 超大型的銀行都是由中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 城市商業銀行就是本地的市政府控制 政府控制銀行會最後拿了銀行業的命 為什麼這麼說呢 在這裏面上的銀行是由中國資產規模最大的工商銀行 作為例子來解釋這件事 工行是完全聽命於中共中央政府的 而中央政府做這間銀行來支撐著大批全國壟斷型的那些超大型企業 比如說中國鐵路集團、中國石油、中國石油化工等等 以及各大軍工集團 工行一直奉命巨額貸款給壟斷型的集團 動一下就幾千億 或者奉命去買這集團發行的債券 累計是以萬億計的 但是從中國鐵路集團今年上半年的財務報告就看到 營業總收入接近6千億 但是淨利潤只得千分之三 就是說利潤接近零 中國鐵路集團這樣的業績 是如何不斷得到融資來擴張高鐵網絡的呢 中共養這些虧錢的集團 辦法就是要國有銀行做政府的ATM 每一次中國鐵路集團有一筆債到期的時候 就是要還錢的時候 中共國家法改委就要發出一份文件出來 規定工商銀行等等這些銀行去認購中國鐵路集團又一筆的新債券 其中部分得回來的資金會用來取代舊債 而另一部分的資金會用在中國鐵路集團的日常營運和建設 中國鐵路集團在2022年的債券餘額 就是欠人多少錢 債券就是欠人錢 是1.8萬億 長期借款是2.75萬億 加起來是4.6萬億 這是中國鐵路集團欠工行的 而中國鐵路集團基本上是零利潤 完全不可能還銀行的貸款和債券 所以中國鐵路集團只能持續不斷借新債去還舊債 就這樣工商銀行就奉命用買新債去頂替舊債的方式 幫中國鐵路集團不斷擴張 同時維持著中國鐵路集團沒有利潤的營運 這4.6萬億的銀行債務 等於是中國鐵路集團對工商銀行的巨額壞賬 當然在財務報告上 它不會列在壞賬那欄 不會列在撥備那欄 所以看不出來 銀行那麼多錢借出去 那些錢哪裡來的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存款 就是說同等數字的存款已經化為烏有 程曉龍說 從金融的角度來看 工行承擔著的債務不斷在上升 而銀行就不斷受到擠壓 其實就何止是鐵路集團一間公司 這其實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工行同時還負擔著 像中國鐵路集團一樣 過百間國有壟斷性大集團的巨額債務 再加上萬多億失敗的晶片項目的投資 這樣的銀行可以不出問題嗎 中國的銀行業出問題是遲早的事情 不出問題才奇怪 因為中共銀行這樣的制度和政府不斷在那裸用銀行的巨額資金 這些做法明明是一個坦 但是中共就扮成是一手好牌 當大型銀行長期輸血給大型工業企業 而城市的失業銀行不斷輸血給當地政府 這些制度型的政府行為已經成為了長年的惡襲 這些企業集團和地方政府是不會想還錢的 債滾債 銀行全部的錢就這樣圓圓不斷流到政府的手裡 用光不還 中國的大中小銀行賣賬高足 你在他們的財務報告中看不到這些東西 即是說 銀行可以用來貸款給民間中小企的錢不斷在枯竭 那民間企業如何發展呢 所以 中共想透過銀行去拉動經濟這個可能性是越來越小的 而經濟差 銀行的壞賬就會更加加速地踏上去 銀行差不下去的時候 一定就是存戶不幸運了 你看河南村鎮銀行的例子就知道了 存戶最後只剩下存折上面的一個虛擬數字 中共的模式就是說 政府開銀行 銀行就做政府的ATM 一定會造成兩樣東西 當然可以令政府的房地產開發項目 或者盲目的高鐵項目如虎添譯 但同時也會促成房地產和高鐵的過度開發 然後就將銀行拖入心願 這種官府吞勢銀行存款的社會主義制度模式 在迅速地劃空銀行的存款 而到最後就會劃空支撐政權的最後支柱 就是銀行系統 今天新聞不過就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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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